我们看一个2021年的逻选题 甲公司应收乙公司1000万元 有债务 那么这个甲应该是一个债权人吗 乙就是债务人呗 乙计提了换账准备50万元 20年3月1号 甲乙双方签订了债务重组的协议 他问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债务重组相关的会计表述中 正确的有 乙公司以账面价值480万元的库存商品 去抵偿债务500万元 还有什么呀 乙公司向甲公司又增发了股票200万股 用于抵偿债务500万元 好了 也就是说 他用两样东西 一个是库存商品 这个库存商品账面价值是480 还增发股份 这个股份应该是200万股 200万股 这个现在我们站在的角度是谁 假债权人 债权人 也就是说这个债权人是不是会获得这些东西 那对于这个甲公司来讲 他获得这些股份 他一般是做什么来处理 你要看下面的一个条件 那三说 前述一二两项 常债事项互为条件 若其中任何一项没有完成 则假公司保留向乙公司收取 1000万元的现金的权利 那我们说了债务重组日 和合同 这个生肖日 或者是签订日 它是不是一天 对不对 那一般我们讲 这个债务重组日 我要做账 这个债务重组日一定是 不确定性因素全部消失 那你看 这个一和二 是不是都必须要全部满足之后 我才能够确认我的损益 是这个意思 在20年3月1号 假公司债权的公允价值 现在是940万 以公司的股票 公允价值是2.5元每股 3月15号 假公司将收到的商品 作为存货来处理 20年5月1号 以公司办理完成股权 蒸发手续 假公司将其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好了 应该用什么来处理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不对 那么也就说 我们要做的这个 借方科目应该是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这个时候啊 以公司的股份 供应价值是2.4万 2.4元每股 那我问一下大家 这里给了你这么多的时间点 哪个时间点 我们应该确认 从债务重组的损益 必然是5月1号 为什么 因为在5月1号 以公司才办理完成了股权 增发的手续 因为他前述一二 是不是互为条件 我必须两项全部完成 完成 我才能去确认损益吧 我才能够有 这个收到这个 1000万元现金的一个权利 这个一公司 那假公司才会 确认我的这个 相关的利得和损失 所以5月1号 我是去确认损益的 那5月1号 我要做的这个账务处理 是不是我会 借一个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是一个交易性的 这是一个金融资产 对不对 那这个金融资产入账的时候 一定是债务重组织的 价值来入账 是不是2.4元每股 是他的一个计算机说 好了 然后他问你啊 5月1号 确认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不是480 然后3月15号 是不是要确认存货 投资收益 5月1号 是不是确认投资收益 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列了一下 他的一个账务处理过程 在20年3月15号的时候 他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商品 那有的时候 楼老师说了 债务重组日 我要去做账 那我之前不用做账 不是的 我说的是 债务重组日 你要做账 做账 做的是 我要去确认 债务重组的损失 获利得 但如果说 3月15号 假公司收到了这个商品 人家商品都到你这个仓库里了 你能够做账吗 那肯定是不行的 是吧 你要去做账 但是你不去确认 损益就行了 好 那么假公司收到商品 它有一个入账价值 对不对 那本来啊 如果说假 它是同时 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的话 是不是我们要 进行一个分配呀 对不对 对不对 用我的这个放弃债权的 供应价值 然后要这个减掉 我金融资产这块的价值 作为我库存商品的入账金额 是吧 那现在我是分次完成的 也是一样的一个操作过程 操作过程 好 那么 它的入账价值 应该怎么算呢 这个入账价值 应该用我放弃债权的 供应价值总额 我放弃债权的 供应价值总额是多少 它直接告诉你了 在3月1号 这个3月1号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合同签订日 我们所有的分配基数计算 是不是都应该以这一天的 基数为准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啊 3月1号 假公司债权的供应价值 是940 也就是说 这个940 就是你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没错吧 所以罗老师说了 题目里都会告诉你 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是940 你在做账务处理的时候 没有必要先去拼凑出来 投资收益的差额 太麻烦了 太麻烦了 所以940 直接告诉你了 940 你要减掉 减掉谁 减掉 金融资产 这一部分的钱 是吧 减掉金融资产 这一部分的钱 那么金融资产 这一部分的钱 也一定是 一定是 以合同 生效日 这一天 为基础 去计算的一个值 他计算的所有数据 都应该是合同生效日 那你看一下 合同生效日 我的这份股权 价值是多少 以公司的股票 供应价值 是不是2.5元每股 所以200股 2.5元每股 剩下的这440 就应该是我商品的入账价值 是这样吗 是 也就是说 你可以这样理解 我940 是不是我放弃 债权的供应价值 在我合同生效日 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我一共放弃的这个权利 这个代价 我付出的代价是940 对不对 这个940 我付出这个代价 我换回了什么 我换回了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 是我的库存商品吧 第二样东西是什么 第二样东西 是这个金融资产呀 这个金融资产 它不是有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一个准则规范 是吧 那么这个金融资产呀 和这个库存商品 是不是要分摊这940 是 那我分的时候 我要先把这个金融资产 先减掉 金融资产减掉的时候 也是以合同生效日 为基础来计算的 2.5乘以200 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 440 也就是说我用940的这个代价 换回了这两样东西 好 那我在3月15号 我可以先做一笔这样的分路 借库存商品400次 带应收账款 440 也就是说我可以先销掉一部分应收账款 440 但是我不能确认损益哦 在3月15号 假公司不能确认投资收益 在20年5月1号 假公司可以了 可以确认损益了吧 可以 这个时候 我只要确认一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那么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金额 一定是什么 我什么时候做的账 我就什么时候啊 用这个天的 这一天的供应价值 也就是5月1号 债务重组日 这一天 我的供应价值是2.4 2.4去乘以200 是480 选项A 是正确的啊 待会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20年5月1号 假公司应该确认 投资损失的这个金额 你不用这样去看 你把这个分路做出来 必然就出来了 你要做的一个分路是什么呢 贷 应收账款 是不是把它消掉 应收账款 你是不是第一笔 3月15号 已经消掉了440 那么剩下的1000 减去440 本金是560了 好了 那么 还有一个坏账准备 50 是不是一定把它消掉 账面价值是不是消完了 消完了之后 有一个金融工具 确认好了 差额差额倒几出来 这个投资收益就行了 差额 这个投资收益 我建议大家永远是最后去写 永远是最后去写 好 这个题是2021年新考的一个题啊 这个题应该是选ABD 待会大家可以自己 再去看一看这些分路啊 如果说你后边这个 呃 这些都理解的话 应该这些这个判断很简单的啊 判断很简单的 那么这个题啊 其实他就考了一个 呃 合同生效日和债务重组日 啊 这两个时间点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计算的时候 永远记住是以合同生效日 来计算分配 这个这个价值 那我确认损益的时候 永远是债务重组日 好了 第四项 还是债权人 这个债权人啊 将受让的资产或处置所 如果说我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呢 就是这个债务人 把这个资产或处置所给我了 我压根的我就不想要 我想要把它卖掉的啊 那么我可以直接来拿来的时候啊 我就把它减持有代售资产 不就行了吗 好 那你注意了 你如果是持有代售资产 你就按持有代售资产的要求来咯 债权人以资产或处置所去清偿债务 且债权人在取得日 未将受让的相关资产或处置所 作为非流动资产或非流动负债核算 我不想把它确认到我的账上 是某某资产某某负债的 我直接把它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那么这个债权人 应当在初始计量时 注意了 我们在讲持有代售的时候也是这么讲的 也是这么讲的 就你要在初始计量的这个点 你要确认 借持有代售资产的话 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你去做一个减值测试 你做完这个减值测试之后 你才能够将持有代售资产寄到账上 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他如何做减值测试呢 他要比较 假定我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情况下 我初始计量金额是多少 然后去和我供应价值减去出售费用之后的金额 来PK比较 也就是说这是可说回金额嘛 来进行比较 做减值测试 谁低 我去计哪一个 两者赎低来进行计量 如果说我的供应价值减去出售费用之后的金额变低了 那就说明我有减值 是吧 如果供应价值减去出售费用之后的金额小于 假定我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的 初始计量金额 那这个时候持有代售类别 是不是就应该以供应减去出售这个值 寄进来 因为它低嘛 那么这个差额 这个差额 哪个差额 就是我假定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 和我的供应减去出售费用之后金额的差额 我们把它寄到资产减值损失里面去 其他的处理都是一模一样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债务人 有同学说老师你们还不讲西题 我债权人和债务人一起讲完了之后 我再讲 要不然你怎么对比 是吧 不要急 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债务人我们也是按这个思路来 先看一下单项或多项非金融资产的清偿 对于债务人来讲 债务人的处理比债权人简单一点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非金融资产清偿债务 或者以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在内的多项资产清偿债务的 不需要区分资产处置损益和债务重置损益 也不需要区分不同资产的处置损益 而应当将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 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进入其他收益债务重置收益这个科目 偿债资产以具体减值准备的 应截转以具体的减值准备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的 我们讲啊 这个债务人 如果他是以 金融资产来偿债 不管你是一项还是多项 我是不是都要做一个动作 借应付账款 把我的债券消掉 贷什么 贷我的金融资产 账面上是把它接转掉 是不是啊 那我们刚才讲这个金融资产的时候 是不是差额都是进入到投资收益 是这样吧 不管你是多项的金融资产 还是单项金融资产 只要我债务人用它进行偿债 那么我的债务 消掉的债务账面价值 和我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我都是走投资收益的 那么如果说你是以些非金融资产来偿债 非金融资产来偿债 那么你的差额是进入到其他收益 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好像不太对啊 比如说我是固定资产的话 我是不是要带固定资产 然后这个还有一些累计折旧啊 什么的一定消掉 一般你不是说这个固定资产处置的话 肯定要走资产处置损益吗 如果是无限资产的话 是不是也应该是走无限资产处置的 我也是走这个资产处置损益啊 如果是存货的话 是不是要节转成本确实收入啊 那我们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时候 是不是就这么讲的呀 但是你注意了 在债务重组这里 我们做了一个简化处理 我们的准则做了一个简化处理 什么简化处理啊 就是我不用去区分 你是什么类型的非金融资产 因为不同类型的 他处理的这个损益 科目是不是不一样 那我不区分他了 多一个简化处理太麻烦了 我一并打包 把这个差额全部反映在 其他收益当中去 简单了吧 好嘞 那你看这个分路 借应付账款 贷库存商品 固定资产清理啦 长期股权投资啦 等等等等 我不区分他是什么资产项目 我全部把它寄到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 好了 如果说 他清偿的资产里边 有非金融资产 也有金融资产 那怎么办 也是进入到 全部进入到 其他收益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 我的这个债务人 全部是用金融资产来 偿债的时候 我的差额 才会反映在投资收益 只要我一旦出现了 一项 非金融资产 那么我就 用其他收益 来做差额 这个一定要记住哦 那我再问一下 对于债权人 现在是讲债务人 那么对债权人 债权人 他的差额 不用这么复杂 他永远 差额都是反映在 投资收益 债权人 差额永远是在 投资收益 其他收益 整整整是这对债务人 并且是有一些 非金融资产出现的情况下 好了 这个其他 其他收益啊 我们之前也出现过 在哪里 政府补助 是吧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 是不是要记录到 其他收益当中去啊 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债务重组 债务人之力 是需要记录到 其他收益的 基本上就是这两处 会用到其他收益 其他就没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债务人以日常活动 产出的商品或服务 清偿债务的 应当将所清偿债务的 账面价值 与存货等相关资产 账面价值的差额 进入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 这里为什么要说 说这么一字啊 你注意 如果 如果你是以自己的商品 来进行偿债的话 债务重组 它是不失同销售的 也就是说 我不能去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 你看 是不是带 库存商品 直接账面价值走掉啊 一定不能去确认 收入结赚成本哦 这里是不是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一样 你要区分一下哦 我们之前讲 以存货 以存货 作为交换 换对方的 非货币性资产的话 是不是要 视同销售啊 按收入准则来规范 但是这里是债务重组 你用商品 来偿债的话 我们不能 让你去确认 这个收益的 确认这个收入的 结赚成本的 这里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清楚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来 如果说以包含 非金融资产的 储值组来清偿债务 应当将 所清偿债务和 储值组中 负债的账面价值之和 与储值组中 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 进入到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 也就说 只要是这个储值组了 那么肯定 差额也是到 其他收益 债务重组收益吧 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都是销掉 应付账款 账面价值嘛 是吧 那么你注意 这个储值组 所属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八号 资产减值 如果说它分摊了 企业合并中 取得的商欲的 这个储值组 应当包含 分摊至储值组的商欲 储值组中 资产 以机体减值准备的 应截转 以机体的减值准备 也就是说 你看 我是不是要用 储值组 去清偿债务啊 我这个储值组里边 是不是有资产 有负债 那么我会消掉 某某资产 某某负债 对吧 如果说我消掉的 这个资产里边 有减值的话 我某某资产减值准备 是不是也一定要消掉 如果有商欲的话 这个储值组 应当包含 分摊这个储值组的商欲 也并把它消掉呗 好嘞 我们来看一下 例题了 来了 好 那你就竖起耳朵听吧 以非金融资产来抵偿债务 20年6月18号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 应收乙公司款项的入账金额是95万元 假公司将该应收款项分类为 以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说 假是不是做应收账款 95万 然后呢 已将这个应付账款分类为 以太余成本来计量的金融负债 也就是说应付账款 也是95 是吧 那么20年10月18号 双方签订了债务重组合同 好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我写了一下 合同生效日吧 后面我们计算 是不是都以这一天的数据为 技术去计算分摊呢 以公司 以一项无形资产 核算的非专利技术 去偿还这个欠款 这个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是 100万 累计摊销10万 以提减值2万 也就是说 它现在的这个账面价值是88万 10月22日 双方办理完成 无形资产转让手续 这个时候是不是才能叫做 债务重组日 这一天是不是才能确定 债务重组损益 假公司支付了 评估费4万元 谁支付的 债权人 这是债权人的费用啊 是我们债权的一个相关税费 是不是应该进入到 你初始的入账金额当中去啊 这个无形资产初始入账金额当中去了 是吧 是为你这个无形资产 花的吧 当日假公司应收款项的公寓价值是87万 已经提了坏账准备7万 是不是减了7万的一个坏账啊 那么已公司应付账款的账名价值仍然是95 那当然是95 好 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 我们来看债权人 也就是说假公司 他应该如何的进行账务处理 如果是假公司 他是债权人的话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啊 现在是一个单项资产是吧 还比较简单的 他应该一方面把我的债权销掉 贷 应收账款是吧 95 还有一个坏账准备 是不在街坊 以并销掉 7万 同时 确认 我的无形资产入账 是这样吧 好嘞 那么 在20年10月22号 是不是这个 债务重组日需要去确证 做这 债权人假公司取得这个无形资产的成本 为什么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也就是说我付出的代价是多少 价税费吗 是不是啊 这种非金融资产 我们不是说他一定是以成本来入账吗 这个成本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他等于价税费啊 这个价税费 这价不就是我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吗 加上一些相关税费 是吧 这是我非金融资产的一个入账金额 简单 你先把框架列好 再去填数字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啊 债务重组啊 这张我建议大家都这么去做啊 框架列好 我要把贷房应收账款 原值 一共欠95万 是吧 消掉 坏账准备是不是有7万 把它消掉啊 好嘞 然后 无形资产的入账金额 是不是我放弃债权的公允 加相关税费 放弃债权的公允 我和你说过了 题目一般都会直接告诉你 告诉你 放弃债权的公允是多少 10月22号 应收债权的公允价值 是不是87万 所以应该是87万啊 有没有税费 有啊 他不是为你的这个无形资产 支付了一个评估费 4万万 那么 借房是不是会有一个 银行存款 这个价款是不是直接 记录到你的无形资产 入账金额当中去啊 好来 倒挤出来 你的投资收益 一个一万 对于债权人不是说过了吗 差额 体现债务重组损益的永远是投资收益 永远是投资收益 为什么 因为你销掉的是谁 你销掉的永远是应收账款 这是一个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的处置永远是走投资收益 他不会像债务人一样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因为债务人销的时候 是销掉各种资产 明白吗 好了 债务人 债务人他是不是 首先要把无形资产给销掉 框架也是先搭好 框架先搭好 填数字就行了 无形资产 一百万 无形资产减备 两万 是不是把账面价值销掉 还有一个减 还有一个累计摊销 十万 也就是说一共 刚才算出来 是88万的账面价值啊 好嘞 然后 是不是要把账面 这个债务 账面价值销掉 这个应付账款 他永远是95啊 他没动啊 他就欠人家95万嘛 差额反映在哪里 其他收益啊 为啥 因为他是非金融资产了 对不对 非金融资产永远是 其他收益 作为差 倒击出来 就可以了 债务人 是不是比较简单啊 债务人 唯一 唯一需要你 做一个区分的 就是你应该用 其他收益 还是投资收益 只有全部 清理省的 全部是金融资产的时候 你才能够用 投资收益 要不然 你就应该用 其他收益 好了 我们接着 上面那个例题 假设啊 这个假公司 管理层决议 受让 该非 专利技术后啊 将在半年内 将其卖掉 就是说这个假公司啊 他本来就不想要你 这个专利技术 他就想把你卖掉 把它卖掉 那么 他可以把它做为什么 吃油代售呗 当日 无形资产的供应价值啊 是87万 预计 未来出售 这个非专利技术时 还要发生 一万元的出售费用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供允减去 出售费用 也就是说 可受费金额 你是不是可以算出来 是86万 那么这个非专利技术 满足了持有代售资产的确认条件 那么我们做分路的时候 是不是会借持有代售资产 无形资产 借持有代售资产 无形资产 没问题 是不是啊 但是 你这个持有代售资产 无形资产 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要按持有代售 准则来 按两个值 赎低来进行计量 哪两个值啊 假定 他不划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时候 他出使入账金额 是多少 假定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不就是这个值吗 91万啊 不划分的时候 是不是无形资产 91万 这个91万 和你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 这个金额来进行比较 86 91 谁高谁低 必然是86 所以他入账的时候 入账的时候 一定是以86 作为他的初始入账金额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公允减去出售费用86 是低于 以假定不划分为 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时候的 这个入账金额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产生了减值啊 那么你会反映一个资产减值损失 就是吧 其他的不变 其他的不变 那应收账款 是不是债权 把它消掉啊 然后一个 4万的一个费用 好嘞 其他的没变 那你注意 现在这个资产减值损失6万 其实它是包含了两部分的 它包含了哪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5万 还有一万元的重组 投资收益 为什么 因为你想 他现在91万 是他的一个入账金额 对不对 他的如果是按无形资产 他入账的一个金额 然后公允减去出售费用 是不是86 那么91减去86 是不是有5万的一个减值啊 5万的一个减值吧 是你持有代售资产 划分的话 他有个减值5万 然后现在你这个减值 为什么记了6万 就是因为还有一万的 重组投资收益 你也一并把它放到这里了 但是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们是不是 是放在这个投资收益里边 一万 是不是啊 但是你现在啊 因为你是持有代售类别 然后又有又记了一个投资 资产减值损失 我们准则啊 或者叫指南 他其实没有做区分 如果说做细一点 做精细一点 做区分的话 就应该资产减值损失5万 然后 和我们这里一样 投资收益 有一个1万 但是他没有区分 那么你就按 课本上来呗 你也不区分了呗 那你知道这里 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就行了 好吧 好了 那么讲到这里啊 我们已经把方式 一全部讲完了 用资产来清偿债务 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套路 和模板的吧 你只要把这个框架列出来了 消掉债权债务 然后增加你确认的部分 部分资产就行了呀 差额 进入投资收益 或其他收益嘛 就这么点东西 对吧 好 方式二 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唯有债权人变成了你的股东 首先来看 债权人的会计处理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方式 进行债务重组 导致债权人将债权转为 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权益性投资的 债权人应当按照 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的会计处理 规定 计量其初始投资成本 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进入 当期损益 投资收益 什么意思呢 你想这个债权人 和债务人 他们俩之间清偿债务的话 进行债务重组的话 这个债务人假设 以给他股份的方式 来清偿债务 假设呢 他给的他 这个股份 只有5%来清偿债务 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出乎比例比较小 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讲 他可能经济 只能把它作为一个金融资产来处理吧 是这样吧 好 那如果说债务人给他的比例达到了30% 能够形成控制 能够产生重大影响 或者是共同控制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等于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了 是这样吧 好 如果说债务人给他的股份数比较多 给到了80%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成了控制了 新生企业合并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按企业合并的准则来了 是这样规范的吧 好嘞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原文说的是 我这个债务 转为债权 仅仅达到了一个联营或合营企业的 这种权益性投资的程度 那么这个时候 就应该按照我们基本的债务重组的方式来就行了 方式来就行了 那么你注意你要你要仔细审题哦 这个时候他说的是债务人以自己的这些股份 以自己的股份去呈向债务 那有的时候啊 这个债务人他可能还持有其他企业的一些股份 比如说他持有A企业30%的股份 他把A企业的这个30%的股份给了债权人来偿债可以吗也可以那对于债权人来讲不论是你的股份还是A企业的股份 在我的账上如果是30%的话 都是应该做长头处理的是吧 但是对于债务人来讲 我以自己的股票给你偿债 我是要在代方 确认权益工具的 但是如果我把A企业的股份给你 我只是给了你我的资产 长头 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完全是不一样的 好嘞 那具体的会计处理是这样的 会计处理是这样的 对于债权人来讲 模板套进去就行了 先把这个框架搭起来 我肯定是先要把我的债权 给消掉 是吧 贷应收账款 换账准备 没问题吧 好嘞 那同时 你注意 如果说 我仅仅 债务人给了我 5%的一个股份 我可能就是做一个金融资产处理吧 是吧 做金融资产来入账 那我会借某某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比如说 那你注意 金融资产一出来 他肯定要遵循金融工具的准则嘛 我什么时候做账呢 就是债务重组日 我要按债务重组日的 这个公营价值来入账 对不对 就按我们之前讲的 来吧 如果说 我这个 这个债务人发行的这个股份啊 达到了30%的 这个程度 也就形成了联营企业 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那么我肯定是要确认为一个长头 对吧 如果是长头的话 他和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 以 以非 金融资产来偿债 是一样的 用的是 放弃债权的供应 加相关税费 加税费嘛 以相关成本 成本来入账 对不对 以成本来入账 也就是说 价税费 只不过这个价 是放弃债权的供应价值 对不对 和这里是一个固定资产存货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我有支付的相关税费的话 是不是也把它写在这里 好嘞 差额反映在哪里 债权人永远反映在 投资收益啊 你看 框架一搭起来 是不是填数字就行 简单吧 很简单了 你不用太去纠结这些复杂的文字 这些文字就帮助你理解这个框架 对不对 特殊情况 就是我说的 一下子涉及到企业合并了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方式 进行债务重组 导致了债权人将债务转为了对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 那么对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 我们就分两种情况 非同控和同控呗 如果说我取得的这个股权投资 形成的是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么我的账务处理应该是借 必然是长期股权投资 是吧 好嘞 那如果是非同控呢 我也肯定是借长期股权投资了 不得是金融工具了 对不对 那你因为啊 你现在达到了一个合并的程度 所以债务重组的准则 你先靠靠后 我现在先要用合并准则来进行规范 对于非同控 我们认的是公允 对不对 我们认的是公允 你想想 如果你是花钱 花了一些钱 成为了这个公司的股东 买了这个长头的话 对于非同控 我们是不是认公元 你购买的价款 你付出的代价是多少 就作为你长期股权投资的路上金额 对不对 所以这里 我们的长头 就是放弃债权的公允 就是你付出的代价 你付出的代价是多少 差额反映在哪里 投资受益 如果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相关税费 怎么办 有同学说 你买了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加税费呀 加到你长头的初始入账 金额当中去呀 错了 错了 合并准则 或者是长期股权投资准则 长头的准则 要优先了 要优先来了 如果是非统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我们当时讲过了 如果你有支付的相关税费 是不是一定要走管理费用 不能寄长头的初始入账金额 如果你忘了 你再回去看看长头那一张 所以会有一个借管理费用 代银行充款 如果是同控呢 如果是同控 我们永远认得是账面 对不对 他一家子之间的一个 交易永远认得是账面 所以长期股权投资的 入账金额 用的是 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 账面价值份额 加上最终控制方收购 被合并方式形成的商誉 熟悉吗 必然很熟悉啊 这不就是我们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长头的入账公式吗 是不是要先遵循 这个长头啊 合并的一些准则 好嘞 就相当于你放弃了这些债权 去换了他的长头 换了一个子公司 买了一个子公司吗 那我们说过了 同控 差额 是不能够反映损益的 对不对 记住到哪里 资本公积 资本一价 或股本一价 对不对 好了 千万不要搞脱了 好 那么如果是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他支付一些相关税费 如何做账呢 和同控 非同控 是一模一样的 是吧 也就是说 他也会借 这里写不下了 我就没写啊 借管理费用 带银行存款 对于企业合并来讲 我的这些相关税费处理 都是一致的 都是走管理费用 所以一定要注意哦 这是涉及到企业合并的一些债务处理 那我们再来看债务人 这个债务人初始确认权益工具的时候啊 应当按照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来进计量 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 应当按照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计量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 我们进入到投资收益科目 债务人应发行权益工具而支出的相关税费等 应当依次去充减资本攻击 盈余攻击 未分配利润的 什么意思 对于债务人的话 大家想想 我首先要把借方我的债权账面价值给消掉 本问题是吧 框架的第二项 贷 贷方 因为我是把自己的股票给了人家 所以我贷方肯定有实收资本股本 或者是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那如果说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在讲 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时候 如果我是以金融资产 或者是一些非金融资产来偿债 我是不是贷方要先把这些非金融资产 或者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给消掉 也就是说我贷方是不是消掉的账面价值 然后再去挤差额 你注意这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要求 就是如果你是权益工具的话 我应该用的是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也就是说我实收资本和股本 那肯定比如说股本体现面值 没得说的啊 那差额反映在哪里 资本攻击股本一价 也就是说我通过这两块的内容 一共体现为我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我不能以账面价值去反映的 不能以账面价值去反映的 我必须要体现我发行股票的这种公允价值 才是我付出的代价 对不对 付出的代价 那么差额反映在哪里 因为你是权益工具啊 金融工具啊 那么差额肯定是投资收益呗 对不对 金融工具的都是投资收益 如果是有相关税费的话 你直接贷银行存款 相当于这个银行存款贷方一出来 他就挤占了谁的名额 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想写在一起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税费 单独拎出来 就是借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或资本一价 带银行存款 你写的熟练的话 你就可以写在一起 写在一起 他其实就相当于挤占了 资本公积股本一价的分额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